不得不得了啊 是不是没有坚持使用 韩后查瑞那白系列了 哪有时间啊 忙得要死 这个不能偷懒 这护肤跟吃饭睡觉一样重要 今天忘了擦 明天没卸妆就睡觉 小心一夜回到解放前 天脸 第二点 怪我啊 珍珍 发型满意吗 挺好的 今天拍的是 非洲慈善项目的平面活动 所以造型还是低调一点 平易近人一点比较好 你瞧瞧 你瞧瞧 我们家珍珍说话越来越有范儿了啊 珍珍挺适合去非洲啊 不是 他什么时候成你家的 你们家的不就是我们家的 还分你和我啊 今天威维安涵好像去 马达加斯加领了一个奖 所以他现在刚下飞机 在来的路上 你稍微再等会儿 哎 话说这威维安涵 国际影后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竟然叫我们家续等了那么久 他是一个国际的文艺片 新晋影后 所以国内还鲜少有人知道 不过他仅仅是指明了 要来你这做造型 我以为你认识呢 是吗 他知道我工作室呢 想必啊 一定是个品味不凡的人 珍珍老师 有没有人到了 请你给他做造型 嗯 请他进来吧 好 哎呦 威维安涵 欢迎 杰森 我想要清淡一点的造型 好啊 可以吗 嗯 文文 哎呀 搞了半天 原来是续的熟人啊 我说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这位国际影后威维安涵呢 原来是 续的老熟人啊 你知道续哥等了你多久 续哥 好久不见啊 我们又再一次合作了 所以今天是你跟甲方提的要求 我必须要正不续出镜的吧 文文 当了以后啦 架子大啦 让续哥等你很久哦 是吗 续哥 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呢真的是太忙了 几乎每天都在天上飞 可能空中飞人说的就是我吧 有的时候落在哪个国家 人家都不知道 这时差倒得我呀 人家头都痛死了 我第一次听说 从铁领费为真还有时差 还你吗 还虚哥 你咋还那样一点你都没变 正好啊 那个铁领那边有个什么 电影艺术节 要我推荐你去得了 我这时间也抽不开 你看咋样 不用了 谢谢 那种活动应该更适合你吧 还有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腔调切换 演员嘛 职业病 其实啊 人家最近还在练习伦敦枪呢 我这运气也真是好 最近参演了好多艺术片 在国外特别地受欢迎 得了好多大奖 恭喜你啊 吃完了吗 吃完了 继续穿路走 来 文文我们我们做造型 做造型啊 来来来 好了好了 给你选个好颜色啊 我告诉你 万儿越大的人 越专业 越敬业 正是因为你没有 所以你爱表现 你爱装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像你这样的小演员 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演员 小演员 徐哥 我一会儿给你补妆啊 你小演员 来 来 来 你去哪儿啊 上个厕所 对不起啊 是我没有合适好 我要知道是她的话 我不会让你接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玛丽娜早就签了合同 你说的也不算 那 那现在还拍不拍啊 当然要拍了 我又不怕什么 我心里又没鬼 是吧 你要跟我上男厕所啊 一直跟着我 走吧 好 徐哥麻烦笑一下 这不圆人吗 啊 是她 哎我说 这是你家公司 给我们做的策划 从头到脚洗成另外一个人 连亲妈都不认 哎我说咱们起圈不当了 跟人家一笔 端文立刻掉下来了 可是这要是被别人发现 他就是以前那种人认的嘛 岂不是很尴尬啊 尴尬怕什么 这叫借机炒作 不怕尴尬 不怕破灭 就怕没人知道 就她那演技 还国际影后呢 不是假的 那倒不一定 我听我一个电影全员的哥们说的 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电影节 每周都有多如牛猫 说不定哪个鸡脚干啥 你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 突然间就冒出一个电影节来 得个奖啊 你喝冰封茶 再来一瓶的概率都高 我还能这么大了吧 那你涛露身 想想人不懂吗 这文文跟咱们郑伯旭 还真挺有缘的 不少来绕去 又绕一块去 狗屁员们 这肯定是文文处心积虑安排的 就想绑着郑伯旭蹭热度 你太可怕了 这张马蜘蛛就是 被铲上了 没事 现在郑伯旭的经纪人是珍珍 珍珍肯定有办法 把她从文文的魔杂里解救出来 我们家珍珍呢 是个坚韧不拔的女汉子 文文根本斗不过她 这珍珍什么时候成你们家的了 靠近还有这么表脸呢 你什么样子 怎么说话呢 就我们家珍珍怎么了 吹不你修 你们起宣布的人说话 就得去掉三斤水分 小鱼 干吗呢 快快 坐了坐了坐了 我们再讨论一个那个策划案 然后 我觉得这一块 挺好的 好 可以 撞不过作业呢 你不知道今天要先敲门吗 这公司都是一帮失业 狗眼看人低 谁得势就去攀谁 不要脸 这又是谁招你了 姐 你想想办法吧 你还让我继续给郑伯旭当经纪人吧 你想什么呢 过家家呢 当初是你不想干的 现在博旭好起来了 你又想回来 谁是失丽眼啊 你还以前的事干什么呀 我发誓 我以后一定好好干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只要你还让我继续 当郑伯旭的经纪人 不可能 你想都别想 你怎么帮着外人不帮我啊 你还要我怎么帮你 要不是有我在这个公司 你早就带不下去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给过你多少机会 你自己不珍惜啊 天天就知道好吃懒做 我给你多少机会也是白搭 你就是典型的烂迷扶不上墙 行 你骂吧 只要你乐意随便骂 反正你骂完了 还得给我安排工作 我干得不好 你脸上也没光 我的脸早就被你丢尽了 你以为公司的人不说 背地里不议论吗 那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重新证明自己 帮我也是帮你嘛 凭什么 你给我个理由 那你是我姐啊 你不帮我谁帮我 求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那你不说话 让你答应了啊 那我还继续当 郑布序的经纪人吗 这个你就别想了 你要是真想干 现在倒是有一个机会 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 什么机会啊 公司新来的艺人余子睿 现在要大力培养她 你要是愿意跟她 一起成长起来 将来一定有好的发展 新人啊 新人很难开拓市场的 那邱爷爷告奶奶的 谁都不搭理你 我给她当经纪人很累的 这个你也别想 我是她经纪人 让你给她当助理 助理 开玩笑怎么可能 杨珍珍一个新人 才来公司几天呀 就变成郑伯旭的经纪人了 我一个正牌的经纪人 去给一个新人当助理 那不搭我脸的吗 以后我在公司还怎么混啊 不行 我不答应 跟你说